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节就想和大家分享的侧消息 而这个侧消息就是来自美国媒体的《华尔街日报》独家的报道 就是讲述这个机构叫做Eco Health Alliance 就向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美国国家卫生院 这封信就讲到这间Eco Health Alliance和中国的研究是符合所有的要求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也都请记得订阅了《华尔街日报》、《正向报》和《晒冷气》 将齐抗疫平经济反望部的信息传扬开去 这一席消息就讲到Eco Health Alliance 特别表明在这封信里面就讲到 除了是合乎美国国家卫生院的所有的拨款要求 同时也都表示是合乎美国所有的条件 而这一笔钱是拿去和武汉实验室一起合作去研究这个 有关蝙蝠传播冠状病毒对人类的风险的研究 同时在这封信里面也附上一些过往未曾公开过的数据 为什么这个机构会去到10月28日才博弃过往的一些论点呢? 说回整件事是如何? 事实上在过往的日子里面 这个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美国国家卫生院 就直指Eco Health Alliance 这个机构 就和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 但是就指揭他们在2018年进行的实验结果 就未及时报告 正因为这样也不满足当初的拨款要求 当中涉及金额达到340万美元 这封信就是要重点驳斥美国国家卫生院的指责 什么原因美国国家卫生院会受到这些压力呢? 从而将压力卸去这个机构叫做Eco Health Alliance 事实上在过往疫情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很多美国国会议员也都质疑 这个美国国家卫生院 是不是有份资助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 进行这些新冠病毒的传播 还有是不是有份资助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 去生产一些生化武器 去到这么严重?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中美合作了 中美合作研究出一种病毒出来 听起来非常无契 但是一些无契的指责 在过往的传媒、国会议员都经常出现 但事实上 这间Eco Health Alliance 本身是一间非盈利的组织 它是靠依赖这些拨款维持运作 但是要去到今时今日 10月28日才去反驳这些问题 我觉得 喂 有没有搞错? 你这么迟才说也有? 你在2018年的时候做的实验 为什么? 不要上报去你们的国家卫生院 这件事我感觉非常奇怪 另外 究竟 美国的国家卫生院 有没有做到他们的监督工作呢? 会只是要求他们的情报 而没有主动去调查的呢? 钱 就撥了给一个机构 一个非牟利的机构 但是你们自己 没有真的去跟进的吗? 当中最令人感到质疑的就是 究竟这些新冠病毒的病原体 有没有在研究期间 泄漏了出去 从而成为这个世界大学流行的病毒呢? 不单止是这样 也有美国国会议员在过往也都质疑过 这一项拨款 是否资助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 的一个叫做 称之为 Gain of Function的实验 什么叫做Gain of Function? 就是将原本的病原体 没有的属性注入新的属性 令到这种病毒更加感染人类 但事实上 这一项研究 当然 就没有包括要做Gain of Function的实验 同时有国会议员 也都指出这个机构 就有做些这样的事 当然 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这个美国国家卫生院的 首席副主任 Lawrence Tabak 就写了封信 向国会议员 讲明 这个Eco Health Alliance 所获得的拨款 和他们在武汉 所进行的实验 当中是不会对病毒进行 Gain of Function的实验 但是 国家卫生院 仍然都要求 这个Eco Health Alliance 很可能 会引发一些生物安全预防措施 进行一些审查的不正常的结果 发展到去10月28日 Eco Health Alliance 就驳斥了这些问题 但是去到今时今日才驳斥 我个人认为 是不是太迟了呢? 我刚才提及过 那位的 美国国家卫生院首席 副主任劳伦斯 他在他写给国会议员的封信 也有写到 当实验期间 产生新型的冠状病毒 超出预期的时候 Eco Health Alliance 就未如报告中 立即通报 而且要是大约两年之后 才选择提交相关赠款 和年度报告 同时也都断促 Eco Health Alliance 在今星期将一些未公开的数据 交给国家卫生院 好了 这个组织 就已经满足了 国家卫生院的要求 再说回 Eco Health Alliance 这个机构的主席 就是Peter Daszak 在他过去15年 都一直将 从国家卫生院获得的资金 用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石正麗团队 和他们一起合作 对蝙蝠的冠状病毒研究 有15年 Peter Daszak 同时也是世界卫生组织 附下的新冠病毒 索源调查组 里面的重要成员 同时 这个组织 在2018年4月 从武汉病毒研究所 所做完的实验结果 也有立即通报给国家卫生院 但是为什么国家卫生院 又要求他们再提供一些证据呢? 究竟哪一个机构当中出现了问题? 同时 Eco Health Alliance的主席 Peter Daszak 也进一步澄清 Eco Health Alliance 符合报告所有要求 也符合国家卫生院的要求 说到这里 我觉得你们两个组织 互相推装 那么有趣 是不是国家卫生院那边出现问题呢? 我个人认为是的 为什么国家卫生院出现问题呢? 很大机会就是因为 来自国会议员的压力 那么好了 为什么Eco Health Alliance 要两年后才能提交报告呢? 令他的解释更有趣 就是因为这个组织 在网上上传报告的时候 就不能够登入 你信不信呢? 他说只能够去到 国家卫生院的门户网站外 就没办法登入他的那个账户里面 去上传他们的报告 但是呢 要去到2021年7月的时候 才获得国家卫生院的回应 这个真是 原来出事出在这里 是不是过往有人特意 将他的账号锁住了呢? 不让他上传他的报告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要拔到IT部门来的了 最后 这个的美国国家卫生院 也都坚持说 不会对拨款的相关内部审查 再进行进一步的评论 同时呢 一位发言人也都说 这封信 只在向国会议员证明 他们是努力确保有责任使用 来自国家卫生院的至今 有关新冠病毒的研究 可能是从病毒爆发初期 中国武汉市某个实验室洩漏 这一种是假说 不过这种假说 则成为在这个全球溯源的工作里面 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 同时呢 Peter Desig 亦都试图否认这种假设 还有 在2020年2月19日 Peter Desig 亦都联同 几位科学家的联署 在一本知名的医学刊物上 柳叶刀 强烈谴责 那些暗示新冠病毒 不是非自然起源 这种阴谋论 老实说 讲到这里 虽然 美国政府和 这些美国政府部门之间 有些脱流 这都不是重要 最重要就是 你们能够讲出事实正常 中国武汉实验室 不吃得这个死猫 过往长期的合作 一直以来 相干无事 他们的合作 是对病毒进行研究 而这些研究 都是一些造福人类的研究 从中亦都见得到 只有中美合作 才是有出路的 过往一些那么好的合作 就被政治所打断了 这一件事 亦都非常可惜 同时亦都可以见得到 这些骯髒的政治操作 是将中美合作斩断了 对什么人有好处呢 唯一有好处的就是 这些最自私的政客 不停炒作过往的谣言 谣言总有一天会被驳斥 但是驳斥谣言 要用很大的力量 和有很大的勇气 不过 始终有一天 谣言都会被驳斥 但是成本很高 还要拖到今时今日 你可以见得到 有些政客 他们不会理 总之有位就入 一家叫做Eco Health Alliance 的机构 一个非牟尼的机构 就是做这些病毒研究的机构 而且也有和世界各国不同的机构 一起合作的 但是就成为 在今次新冠疫情里面 成为其中一个任人 成为一个杜草人的对象 多次被打击 还有拉起这个 美国政府部门国家卫生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再从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施压向这个机构 要他交出一些证据 好了 现在交完了 究竟美国还可以有什么说话好说呢 是不是还要说 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 是泄漏了病毒呢 这个是已经再三地否认了 过往的理由 已经说过很多次 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再加上 连你们美国的人 美国的科技科学家 都已经否认了 那还有什么说话好说呢 今次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节回来 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 鞋 好